在我们的生活中,我们会遇到很多人,有些人会鼓励我们, 有些人会测试我们,有些人会爱我们,有些人会伤害我们,有些人会教我们,有些人会利用我们,因为生活中有好与坏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 在我们的生活中,我们将经历许多事情,有些事会给我们成功,有些事会给我们失败,有些事会给我们快乐,有些事会给我们悲伤,有些事会建立我们,有些事会使我们失望,因为我们的生命肯定会经历这些动荡。 生活旅程并不容易,但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它,所有的人事物都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好。 我们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发挥出我们最好能力的人。 所有物质财富都不是我们当得的,我们必须去赚取。 必须记住物质财富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,放宽我们的思想和眼光,找到我们灵魂的安息之地,它将造福我们的一生。 我们的决定和责任是选择我们生活要走的道路。 有一只青蛙住在小井里面,这只青蛙可以看到的天空仅是井口的大小。 如果这只青蛙跳出这小井,它所看到天空的大小一定大不相同。 不要限制我们自己住在一个小洞里,扩大我们的生活圈超越自己的环境,我们的生活将是不同的。 我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,牢记这一点,我们需要顾到我们行为的后果。 负起我们生活的责任,只有我们才能带我们去想要去的地方,没有人可以取代我们的工作。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道路要走,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子,把我们制造成为某种类型的人。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要负起全部责任,接受我们的选择,行动,言语和思想的后果。 得到幸福、丰富和自由的责任,这是我们为获得好生活而付出的代价。 我们承担一切责任的那一刻,就是我们可以改变生活中的任何事情,我们选择我们如何应对每一种情况。 我们可以从别人学习或受到别人的启发,但自己的决心完全是我们的责任。 我们不能改变从那个家庭出生,但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将如何过我们的生活。 我们不能控制我们将要遇到的情况,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,并使用不同的观点去面对它。 不要让别人决定我们是否成功,由我们自己下定义,不要让别人的行为破坏我们内心的瓶颈。 当我们陷入深深的烦恼中,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,责备别人或环境是没有用的,因为它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 学会自己站立起来,采取自己主动来纠正问题,其他人的帮助只是一个额外的帮助。 学会有智慧,知道我们可以改变什么,即我们不能改变什么。 我们要对我们所选择的,所做的和所说的行为负责。 我们要对我们的幸福、情感、成功和失败负责。 完全成功的人是愿意对他们自己的生活负全部责任的人。 生命是个礼物,它为我们提供特权、机会和责任,通过回报社会成为更具影响力的人。 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,我们不仅对我们的生命负全责,而且我们在社会中有公民义务的责任。 人类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动物,有伟大的能力就带来有伟大的责任。 承担责任是成熟的标志,然后我们可以停止找借口,停止责备他人,停止憎恨我们的不公平待遇,开始做出改变。 所以我们不仅长大,而且将成长为更聪明、更强大和更美好。 美好的生活不会是自己产生出来了,我们必须通过做最好的事情,以谦卑、开放的心态、努力工作和快乐的心情去执行我们的日常责任。 感谢观看